为了让在地学子能够更加了解地方 中港高中特地是找来对海线文化熟知的明代 来当起一日导览员走读街区 而这天明代特地带着学生到吴七 百年的市定古迹宫庙真语宫 从庙宇建筑来探讨历史缘由 也让学生是听得津津有味 吴七的庙宇很多 只有这一座列入古迹 另外一座套天空它是列入历史建筑 议员解说起过去宫庙的历史脉络 一旁的学生则是认真听讲 难得走出校门上课 中港高中这天找来对海线历史文化熟知的 台中市议员王立任 在故乡当起一日导览员 带学生认识宫庙古迹 当老师的时候刚来吴七大概近二十年 然后立任议员他事实上就在老街做导览解说 他也争取了无期建议所的保留 他事实上他在这里着力很深 所以第一个一定想到他 请他帮我们来带学生认识整个无期 让我们学生可以认识无期之外 还可以把他写到他们的学习历程 对他们日后的升学有帮助 那我也常常在这边从事导览解说 我觉得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的领域也好 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以让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了解 然后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快乐的工作 这天特地选在无期的百年古迹宫庙真武宫 明代透过其建筑来带孩子们了解过去 闽南市寺庙的建筑风格与特色 加上过去真武宫也曾是贸易集散中心 就连与戴潮春之变的故事也息息相关 诸多的故事也让学生们是收获满满 就像是在庙口的一些壁画 还有一些用那个建筑材料的 平常不会去特别观察到 讲解之后就是会让我 就是每次进到一间庙前 就是会特别的去观察 本来看到那个神像就觉得 他就是一个人 但是后来就会 就是经过他的讲解之后 会发现他的脚下会有踩龟舌 这样就是然后也知道为什么 那如果你能够深度的去了解 庙宇他的过程 那也可以把一个地方的文化 跟历史的发展做一个连结 我想这才是一个认识故乡 认识地方一个最好的方式 导览的最后 校方也回赠学生设计的环保袋 感谢议员除了平日要排解地方事物 还拨控来亲自导览 带学生认识在地 加深与地方上的情感连结 记者烂威台中采访报导 来他主要让他做 来他主要让他